慢慢人生路,相遇是缘,相识是歌,相知是懂得,相伴是温暖,相守是幸福。 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,如果中途有走散的人,也不必埋怨,不必自责,因为人是天意,分得人为人,永远是相扑的,请不要吝啬你的微笑。 在忙碌的生活中,每个人都有家庭的责任,生活的重大,心里都承受了无法释怀的忧虑和大大小小的烦恼,如果每天能够开心的微笑,不仅可以释放自己心中的郁闷情绪,疏离杂乱的心情,也会给别人带来赏心悦目的欢喜。 微笑是无声的语言,是善意的交流,是放松身心的琳达妙药,是一个人最靓丽的名片,微笑,如一缕春风,可以吹走冬日的寒凉,心爱明媚的春光,使他人被感温暖,微笑,如雨后的彩虹,色彩斑斓,使他人的心情变得美丽,而他人愉悦的微笑,同样会感动和感染你,请不要吝啬你的善良, 善良,不是以生命的代价去证明,不是以倾家当产的方式去牺牲,而是举手投足间的一件小事,不以善想而不畏,如果看见步履盘山的老人过马路,你能减速行驶,如果遇见突发疾病的人,你能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,这就是善良,善良,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,善良,是给寒风中清扫街道的华为公主, 人,地上一杯热水,是在拥挤的公交车上,这老人和孩子让出你的座位,老无老以及人之老,又无又以及,人之老